希腊神话故事 作者古斯塔夫·施瓦布 特洛伊城的毁灭 特洛伊人以为他们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当天夜里 特洛伊人举行宴会庆祝胜利 笛子竖琴欢乐的歌组成了大合唱 大家频频地举起美酒开杯痛饮 士兵们喝得醉醺醺的 完全解除了戒备 跟特洛伊人一起欢宴的西农 也假装酒醉入睡了 深夜他偷偷地摸出城门 燃起火把信号 接着又熄灭了火把 前进木马 轻轻地敲了敲马腹 英雄们听到了声音 但是奥德修斯提醒大家 还是要亲手亲脚 他轻轻地拉开了门栓 伸出脑袋 环视一圈 发现特洛伊人都已经入睡 于是他悄悄地放下木梯 自己先走了下来 接着其他的英雄也都一个个地走了下来 但是大家的心都紧张地砰砰直跳 他们到了外面 拔出宝剑挥舞着长毛 对酒醉和昏睡的特洛伊人大肆屠杀 并把火把扔进特洛伊人的住房里 不一会儿屋顶着火火势蔓延 全城陷在一片火海之中 希腊人看到西农发出火把信号 立即从隐秘处拔毛起航 乘风驶到了岸堤 迅速上岸冲进城里 不多久 特洛伊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到处是哭喊声和悲叫声 尸体遍地 受伤的人在死尸上爬行 仍在奔跑的人也被枪刺死 狗的狂吠声 垂死者的身影声 妇女儿童的啼哭声混成一团 凄惨而又恐怖 希腊人在这场战斗当中 也遭到了重大的创伤 特洛伊人仍然拼死搏斗 有的人扔杯子 有的人置桌子 或者抓起草堂里面的柴火 或者拿起叉子和斧子 或者拿起手头所能抓住的任何东西 向希腊人冲过来 很多全副武装的特洛伊人 潮水般地冲了出来 绝望地进行着搏斗 虽然是深夜 但是房屋上燃烧的火焰 人们手中的火把 把全城照耀得如同白昼 战斗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残酷 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战场 妮儿普托勒摩斯 把国王普里阿摩斯视为死敌 他一连杀死了他的三个儿子 又遇到了威严的国王普里阿摩斯 老人正在宙斯的神坛前祈祷 妮儿普托勒摩斯举起宝剑扑了过去 普里阿摩斯毫无惧色地 看着这凶恶的对手平静地说 杀死我吧 勇敢的阿卡留斯的儿子 我已经受尽了折磨 我亲眼看着我的儿子 一个个地被你杀死了 我也用不着在等待明天的阳光了 阿卡留斯的儿子回答说 老头子 你劝我做的也正是我想做的 说完 他挥剑砍下了国王的头颅 希腊的普通战士杀人更为残酷 他们在王宫里发现了 赫克托尔的小儿子 便从他母亲的怀里 把他一把枪去 从城楼上把孩子摔了下去 孩子的母亲大声地哭叫 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也推下去 或者把我扔进火堂里 自从阿卡留斯杀死我的丈夫之后 我也只是为了这个孩子才活着 请你们动手吧 结束我的生命吧 希腊人没有杀死特洛伊的老人安特诺尔 并让他保留所有的财产 因为莫尼拉尔斯和奥德修斯作为使者来到特洛伊城的时候 曾经受到过他的庇护 埃尼阿斯是唯一带着老小逃出城市的人 当他看到特洛伊城火光冲天 他便跳上一只小船 自求生路了 他背着年迈的父亲 手牵着儿子 孩子紧紧地靠在父亲身旁 跟着父亲跳过了很多的尸体 埃尼阿斯的母亲阿弗洛迪特 也紧紧跟随着保护着他的儿子 一路上火焰躲避 烟雾让道 希腊人射出的剑和矛 都偏离他落到了地上 晚宴后的伊弗波斯 醉醺醺醺地听到阿特洛斯的儿子们杀过来的消息 便跌跌撞撞地穿过宫殿的走廊准备逃命 这个时候莫尼拉尔斯追上来 一枪刺入他的后背 莫尼拉尔斯吼道 你就死在我妻子的门前吧 莫尼拉尔斯在不忠的妻子海伦的房前 曾经遇到过伊弗波斯 他是普利阿摩斯的儿子 自从赫克托尔死了以后 他成为了家族和民族的重要支柱 帕里斯死后 海伦嫁给他为妻 莫尼拉尔斯把伊弗波斯的尸体踢到一边 然后到处搜寻妻子海伦 心里充满了对杰发妻子海伦的矛盾感情 海伦由于害怕丈夫发怒而浑身发抖 躲在昏暗的角落里 后来终于被丈夫莫尼拉尔斯发现 看到妻子就在眼前 莫尼拉尔斯度火大发 恨不得把他一箭砍死 但是阿弗洛迪特已经使他更加的妩媚美丽 并打落了他手里的宝剑 平息了他心里的怒气 唤起他心里的旧情 顿时莫尼拉尔斯忘却了妻子一切的过错 然而他又感到羞愧 觉得不争的海伦使他失去了面子 他又硬起了心肠 捡起地上的宝剑 朝着妻子一步步逼近 但是他还是不忍心杀死他 这个时候他的兄弟阿加门农来了 劝他马上住手 阿加门农拍着他的肩膀说 兄弟 放下武器 你不能杀死自己的妻子 我们为他受尽了苦难 在这件事情上 比起帕里斯 他的罪过算不了什么 帕里斯破坏了兵主的法规 连猪狗都不如 他 他的家族 甚至他的人民 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屠杀进行时 连天上的神们 也为特洛伊城的陷落而悲叹 只有特洛伊人的死迪赫拉 以及阵亡的阿卡留斯的母亲特提斯 心满意足大声欢呼 时至第二天 特洛伊城的居民被希腊人烧杀 抢掠洗劫一空 士兵们把战利品搬回到海边的战船上 除了黄金 白银 琥珀 豪华的用具之外 还有背负的少女和儿童 莫尼拉尔斯带着海伦 离开了还在燃烧和混乱着的特洛伊城 他的兄弟阿加门能走在他身旁 带着从埃阿斯手里抢来的高贵的卡山德拉 王后赫尔博成了奥德修斯的俘虏 步履艰难地走着 一群群的特洛伊妇女跟在后面 悲伤地哭泣着走着 只有海伦沉默着 面带亏色 眼睛紧盯着地面 当他想到到战船上后 他的命运时 经不住地恐惧起来 拉着丈夫的手战动着 当他踏上战船的时候 希腊人立即被他的经验所震撼 人们私下议论说 为了这个角色的美女 跟着莫尼拉尔斯出海远征十年 也是值得的 没有一个人想伤害这个美丽的女人 他们仍将他留给莫尼拉尔斯 而莫尼拉尔斯仇恨的心 也被女神阿弗洛迪特软化了 当海伦和莫尼拉尔斯单独进入营房后 他扑倒在丈夫的脚下 抱住他的双膝说 请你处死不忠的妻子吧 但是请你原谅 并不是我自愿离开你的 帕里斯趁你不在 用武力胁迫我 那个时候没有人保护我 我也想自杀 但是女仆极力地劝阻我 要我想象你和我们的小女儿 现在随你怎么处置我吧 莫尼拉尔斯爱连地 把妻子从地上扶起来说 海伦不用害怕 忘记过去的事情吧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将来我也不会再提这些事 说着她把她抱进怀里 甜蜜地亲吻着 此刻阿卡留寺的儿子 尼尔普托洛摩斯正在酣水 梦幻中 他的父亲的灵魂来到身边 热烈地吻他并说 不要为我的死感到悲伤 我虽然死了 但是我现在成了神 今后你处处要以你的父亲为榜样 战斗的时候站在最前面 会议上要尊重长老 你要像你父亲一样地争取荣誉 幸福是要高兴 不幸时别忧愁 我的早逝给后人一个教训 生与死尽一步之差 这正如春天的花卉 自开自落 最后托尼告诉大统帅阿加门农 用最珍贵的战利品寄献于我 让我在奥林匹斯圣山上 风衣足食 万古长春 阿卡留斯刚说完 便像风一样地飘离了 涅尔普托勒摩斯 小英雄醒来 心里充满了欢乐 仿佛是他的父亲 活着跟他谈话一样 第二天清晨 希腊人思想知情急切 渴望着早点出发归去 正当要起毛时 阿卡留斯的儿子 却来阻止他们说 你们听着 希腊的兄弟们 昨天夜里 我父亲托梦要我告诉你们 该拿最珍贵的战利品 向他献祭 让他也分享一份光荣 并和我们一起 欢庆特洛伊的毁灭 这个时候 海神掀起了巨蓝 使希腊人想走也走不了 他们看到 惊涛骇浪 海风呼啸 悄悄地说 阿卡留斯真的是 宙斯的子孙 你们看 连老天都在帮他 因此他们更加愿意 听从亡灵的付托 决定满足 英雄的愿望 拿什么来献祭他呢 什么是最珍贵的战利品呢 是珠宝 还是俘虏 他们巡视了一遍 不管是什么东西 和美丽的年轻姑娘 波旅克塞纳比起来 都黯然失色 姑娘是国王 普利阿摩斯的女儿 她是战利品当中 最珍贵的 姑娘看到大家都 把眼光集中到她身上 毫不畏惧 因为她愿意被献祭给阿卡留斯 过去她曾经在城头上 多次看到阿卡留斯的英姿 尽管她是敌人 可是她威武的英姿 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据说有一次 阿卡留斯逼近城门 看到城门上站着一位 美丽的姑娘 立刻为之倾倒 并向她大喊 普利阿摩斯的女儿 如果你属于我 也许我会让你的父亲 跟希腊人握手言和 波旅克塞纳听了深受感动 从此以后 她就热烈地爱上了 这个特洛伊的敌人 大家都认为 她是献给阿卡留斯的 最好的礼物 而姑娘却镇定自若 大家在阿卡留斯 目前迅速建起了 高大的祭坛 各种祭品都陷了上去 姑娘突然跳了起来 从祭坛前抽出 一把锋利的尖刀 刺入自己的心脏 顿时她倒在雪坡当中 周围的人一阵惊叫 年老的王后赫卡伯 扑在女儿的尸体上 痛不欲生 姑娘死去后 大海终于风平浪静了 逆儿普托洛摩斯 为姑娘的壮举所感动 决定以公主的礼仪 为她举行葬礼 然后希腊人举行了 盛大的庆功会 涅斯托尔站起来说 现在已经风平浪静 海参和阿卡留斯 也心满意足了 她接受了 波利克塞纳的献祭 现在是我们 启程返家的时候了 让我们扬帆出海吧 波利克塞纳的献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